媽媽,你去看 聽說我們剛剛播出街頭之後 其實有很多媽媽都訊息我們 說有很多問題問我們 我們請到生物科技博士 Keef上來和我們解答媽媽的謎思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用DNA去檢查 想知道自己的小孩是否天才 其實是否真的檢查到呢 現在有一種技術 就叫做次世代基因測試 這個技術其實最主要是應用 檢測小孩有沒有遺傳病 或者檢測他將來 會不會有一些危疾的風險 但是好像剛才有些人誤解了 DNA去檢查到他 將來這個人做甚麼職業會比較適合 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 暫時在現今的科技 這個都是計回媽媽的基因 去估計為主 暫時未有一個實跡 另一件事我自己也有做 就是儲持帶血 我想明白儲持帶血的作用大不大 儲持帶血最主要是有兩個部分 一件事是儲持帶組織 另一件事是儲持帶血 在儲帶組織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鑑蔥質幹細胞 儲帶血裡面就有一個造血的幹細胞 鑑蔥質幹細胞最主要就是 將來可以醫治一些 例如器官衰竭類的疾病 例如心臟病 心血管病 或者腦退化病 造血幹細胞 在將來就可能醫治到 一些癌症類或者病毒感染類的疾病 建議可以保持多久 其實現在市面上 大部份公司都是建議 大概18年左右 但因為他們都是為了保險 其實可以儲存多於18年 但這件事是可以幫助媽媽 還是家人 還是寶寶本身 最主要是寶寶本身 即他自己 媽媽能否用到 就真的要看他的吻合度 但這件事現在香港 是否合法 暫時香港還未有一間 合法的鋼細胞治療中心 但香港政府正在立例 草辭打血便可以 但用來治療便未有 但現在正在行 靠你們這些青年研究團隊 繼續努力令他們的生活 更健康更開心 沒問題 謝謝 婚姻是一門複雜的學問 不一定可以盡於人意 但如果出現家暴的話 就絕對不可以容忍 要決心離開 首先要非常大的勇氣 今集的Super Mom 我們去探訪了一位 受到家暴對待的媽媽 不少女士都會遇到婚姻的問題 有部分還經歷過家暴的打擊 她們很多都不敢出聲 但不說 又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今天我們來探訪這位朋友 本身是幾個小朋友的媽媽 不過幸福隨著家暴發生 而逐漸消失 第一次發生家暴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怎樣的? 很害怕 即使她還沒回家 她也會震 有時候會看著窗口 退回來 然後她一回來 就好像不想她回來 是 譬如她第一次動手 那你的反應是怎樣的? 其實給不到反應 是啊 因為很突然 太突然了 有時候會想到 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又來打我 會害怕到這樣 那在小朋友方面 譬如她不在家了 你會怎樣安撫小朋友呢? 他們不用那麼擔心 叫他們乖乖就行了 麻木忍秀只會令問題嫁心 唯有決心走出去 才可以為黑暗帶來曙光 嫁了兩、三年 即是覺得小朋友開始情緒有問題 接著我才決心離開 因為再這樣 分分鐘我遲了給她打死 這麼嚴重 連小朋友也會有影響 因為她半夜三晚 找到小朋友去問他們 接著又帶走他們 我覺得小朋友的壓力也很大 其實離開並不是絕路 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其實我去找個精神科 心理學家 轉之間找了學校的心理學家 看兒子 接著她說 她的情況這麼繁複 不如去和諧之家經過幫他們 專注於暴力家庭事件 那和諧之家又幫到你什麼呢? 在這一方面 因為她幫到我 起碼一個小朋友沒有自殘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還有慢慢走出那個痛楚的傷痕 對你自己來說 你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我反而自由了、開心了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單親 不是一個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雖然前面的路 依然會有不少難關 但我深信 一路上仍然會有很多人 願意對家暴受害者伸出援手 幫助大家走出黑暗 歡迎光臨 我們去探訪 Yanny 你好 Yanny 你好 Yanny 你好 Yanny 又來自和諧之家的 輔導心理學家 李佳欣 Joyne Joyne Yanny很好 幫你們探訪和諧之家 你看到他們的服務 對這些受害者有什麼幫助? 除了對媽媽之外 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有社工 跟他們去輔導他們 因為他們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影響 每一個都有陰影 有一個坎塌埋場 有一個想自殺 所以不同程度上受到傷害 而他們現在都慢慢改善了 我覺得非常好 整個家庭都有幫助 我知道你在婚姻上 你都遇到一些問題 那時候有什麼最困難? 你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三個小朋友撫養權問題 其次就是經濟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是共同撫養權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零時養肺 所以當時我真的沒有這種能力 又零 所以我只可以帶我小兒子回家 和我媽媽住 當時我很難過 因為我很想照顧三個 是 那你多久才可以令你 在你一個不開心的婚姻 走出來呢? 不開心其實已經有 差不多六、七年的時間 當然又會有一個導火線 是 譬如說我自己有底線 要不就是有第三者 因為通常我們有小朋友都會忍 是 都是因為有這個導火線 才會引致我提出離婚 還有我也想問一下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探訪 其實在香港 目前為止 其實每一年大概 會否說到有多少個個案 因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 在過去十年 平均每一年 都有大約五千宗的家暴個案 真的很多 是 但其實這個數字 未必真的反映到真實的情況 是 因為人們可能沒有報告 是 因為很多婦女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令她不敢向外求助 是 但甚麼原因 會令她們有時不敢說呢? 他們不說的原因 都有很多種 譬如他們會抱著一個希望 就是私藥者 會不再做這些行為 會有改善 是 因為其實我們說 家暴是有一個循環的模式 是 一開始可能在緊張期 慢慢有多磨擦、衝突 累積到一個頂點 就第一次了 是 進入了一個八八期 會有些破壞性和暴力的行為 接著就會去到蜜月期 私藥者會察覺到自己 做得不對 也會承諾改過 而受虐的一方 希望保持這種和諧的狀態 所以就不去求助 誰知道這個循環 你不介入 其實不斷重複 不斷重複 我有聽過有些 可能不只是肉體上的家暴 有些是精神上的家暴 即是恐嚇他 其實精神虐待都有分幾種 包括言語的暴力 是罵你、無理地批評、侮辱 也有身體預言的威嚇 可能會用一些很凶狠的眼神 是 動作去嚇你 也是剛才說的恐嚇 會威脅你傷害子女 傷害親人 或者傷害你 或者自殺 最後就是操控 可能會杜絕你的經濟 因為我知道有些小孩 可能因為家裡有些家暴 都會形成小孩的成長 令到他有暴力的傾向 是否有這樣的狀況 是 沒錯 他們可能會學習 暴力原來可以在親密關係中 是 可能小朋友如果是女生 就會慢慢學會做一個受弱者 到他長大後 有機會找回一個私暴者的丈夫 兒子很大機會會學習 爸爸那種暴力的行為 以為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身邊真的出現這些人 我們在甚麼情況下 我們會察覺到 其實因為家暴通常在家裡發生 所以旁邊的鄰舍 就是最重要的角色 是 沒錯 他們會聽到家裡有些 打爛東西的聲音 爭執的聲音 可能會有哭聲 甚至是求救的聲音 我們如果在確保自己安全的情況下 可以去協助 但是如果不是的時候 就要報警求助 剛才也說了 現在全香港都有很多這些個案 可能是受到家暴 你有甚麼鼓勵的說話 去鼓勵這些人 其實我們千萬不要轉牛角尖 其實身邊有很多人會幫我們 譬如我們家人 朋友 甚至是我們社會上有很多機構 可以幫我們 只要我們踏出一步 一定有光明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些家暴 千萬不要閉嘴 一定要發聲 我們有關的朋友會幫到你 今天很感謝十二位一分享 也感謝我們今天在座 各位媽媽 記得繼續支持我們的 日日晚安 評… 選擇 中國 都有 就是 感谢观看